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社大的伙伴 大家晚安 晚安 这个刚刚上任 1月1号才开始真正的生效 今天很高兴来这里做第一场的主持 那我想我也不多说 因为李竹茂李老师 是我们社大的老师 实际上他的整个的一个 有关这个所谓的微电影 这部分的一个处理 他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他目前是在我们这个格林威治 艺术空间有限公司里面当总监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那现在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什么 有手机 随时都可以拍 所以你怎么样把你所拍到的 变成是一个什么 你人生的一个过程 那是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 像我们以前小时候 很不容易看到我以前的旧帽 因为很少有相机 真的很穷 那现在呢 再去回想的时候 哇那些照片有时候都什么 都退掉了 都看不到以前那个样子 所以这都很可惜 所以我想我们来学这样的一个价值 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做很多跟我一样 我也是退休了 我们大概有的就是时间 然后我们来玩出我们自己的味道 我想我们的人生的后半段一定会更精彩 那我想把精彩的这些内容 跟状况就请我们李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来我们 补长 欢迎我们李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百忙抽空来听演讲的第六场 谢谢校长主持 谢谢 我知道这段时间 大家都会为着我们的风向球 就是所谓的小鸭在这边 载夫载成者 然后你们心情会有变化吗 会 会有变化 我想请问就是 小鸭在这边 你们会觉得会让我们这个城市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听听看你目前的观感 人潮是不是 经济 旁边我们看到还有那个一些摊位 然后整个把它带起来 然后呢 还有些新闻媒体的上 也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方面的一些讯息的发布 知道基隆这边有小鸭鸭了 所以我们来基隆 看看小鸭鸭之外 顺便去趟我们的夜市 我们的庙口 多么有名 再顺便一趟 下午再 如果中午吃完小鸭之外 下午还可以到我们的那个 海边那里吃个海鲜 多棒 基隆就是这些这么多的好处 先谈谈我个人的好不好 因为可能有些人并不认识我 我叫李竹旺 我跟基隆结缘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本来不会走到社区大学来的 我是完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机缘 是在2009年的6月份 那个时候基隆社区大学需要一位纪录片的老师 结果社区大学的人就打电话给我说 诶 我们有纪录片的课哦 李老师可以我来上课 诶 我说奇怪呢 我只是会拍纪录片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去 在教学现场去跟同学做互动 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我说好啊 反正本来就是所学是纪录片 然后呢来这边认识认识基隆 过去我跟基隆的关系都是在于是 我来这边去观光 或者是我来这边做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但是不会跟在地发生故事 但是要跟在地发生故事 你就必须要跟在地的人要认识 要有些互动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啊 可是我今天进入到社区大学之后 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跟社区大学里面有很多的人 因为他们的关系而认识了在地的故事 所以这五年来 我们拍了一些短片之外 最近也拍了一些微电影 那微电影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想听听看 有人可以叙述一下 或者是你所认知的微电影 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听听看 不要客气 有没有人认识微电影的意思 小而美对不对 OK 微电影小而美 的的确是叫小而美 为什么 因为一部电影的制作是非常庞大的体系 可能没有个上亿 应该说几千万是算是非常非常的小 算是小而的一个成本 你没有个几亿元 你是没有办法去拍电影的 因此拍电影来讲 它的风险就高了 我们拍电影 基本上一定要考量的就是票房 你没有票房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创造出 你要往下去拍 或者是你要让大家能看到这部电影 基本上它必须跟票房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它基本上会有些商业的操作人资质里面